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元秋一辈子都在演配角 可是他也是最难请的配角了 曾经周星驰要请他出山 青爷竟然要去请三四层愿意出来 我们都知道 想要拍周星驰电影的演员大有人赞 但是像元秋这么难请的演员真的不多 成龙作为娱乐圈的大哥 片酬不用说了 他的名气已经响遍全世界了 作为娱乐圈的招牌人物 想要请 暂时非常的难的了 不过要是有好的作品 加上可观的片酬 成龙大哥还是能够请的出来 李连杰当了一辈子的武打明星 老来重病缠身 别说拍戏了 正常的生活都费劲 如经理连杰已经不能在拍戏 也没人敢请他 请他就等于在害他 这已经不是钱能解决的事情了 周星驰 中国喜剧的灵魂 林思聪曾说过 只要他能出山 哪怕三秒钟三百万也值 全世界能请得动周星驰的人似乎还没有 真的没有 即使有星爷参演的电影票房能上二十亿 也无济于事 所以 如今的周星驰已经被插上无价的标签 连他自己导演的电影他都吝啬 甚至不愿意出现哪怕一个镜头 林心如关闭评论后 首次现身机场 扎高马尾 黑超折面 与助理同行 林心如身穿灰色T恤 下身穿白色破洞休闲裤 路易记者采访 一言不发 和助理两人迅速离开机场 上车后离开 dit言不发 何度又恨 艾呢 这个筏 Almighty 史新街